2023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歌 首场在13号登场地点是在有80多年历史的台东北挺日式建筑宿舍群来开唱 邀请到秀场时代的四大天王天后 包括了陈雷 邦俊 向娃 碰碰 还和大家一起来欢度母亲节 虽然晚上是飘着雨 不过丝毫不解民众的热情 天空飘着雨 但现场民众却身着雨衣 就是想要亲眼目睹秀场时代的四大天王天后 陈雷 方骏 香蛙 碰碰的秀场魅力 2023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歌首场13号正式登场 在有80余年历史的台东北挺日式建筑宿舍群热闹开唱 邀请到秀场时代重量级嘉宾 带大家重回秀场时代 5月13号第一场开始了 那我们今年策划了有四场 在5月 7月 9月跟11月 那今年5月13号是第一场 尽好有这个机会 那我想未来还有三场 邀请各位乡亲好朋友 一起到北丁一起来享受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歌 四位秀场天王天后 接力演出展现亲和力 不仅将当年舞台上精彩表演功力呈现出来 也与台下观众一起互动 让现场欢笑声不断接连鼓掌 而台东县府108年起 也就在这里持续定点 定时打造新的活动场域 培养大家相约来听歌的习惯 也累积办理14场 而2023年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歌 共有四场系列活动 感受全新体验的老歌演唱会 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活动 勾起大家的回忆 那我们知道很多老朋友 都很怀念那个时代 我们一起听 一起听歌 很代表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意涵 那我们所以我们邀请这些 比较资深的 当时非常红的 这些喜欢的艺人能够来到台东 跟我们相亲一起来分享 那个时代的歌 首场活动好无人点 无论是在主持或是歌唱 丝毫不减当年 台下观众看见自己偶像出场 也纷纷拿起相机拍下这美好时刻 2023年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歌 在这母亲节一起听着故事 唱着老歌重温当年的秀场魅力 接着潘嘴台东市报导 我们下期听的歌